六十四代祖师 道统明师简介 神缘山庄一和圣堂一楼左方 第一代福西圣地 代理佛福西士 大道将士之史 将生西南方 以封为姓 教民殿于序幕拜 华子得道 仰观俯察 就天地之生理 化先天八卦 以示天地之奥妙 为大道将士开山之始祖 视为代理佛 第二代神农圣地 神农姓江士 亦称列山士或炎帝 教民耕种 造垒寺 长百草之一要做方书 拜赤松子得道 第三代轩缘圣地 皇帝姓公孙 明轩缘 又称有雄氏 凡书 气 绿缕度量 横 宫氏 衣服 气用之志皆始于帝 在位期间 治国有法 叫明有方 便访明师七十一位 后访广城子使的真道 这有因福经 产发大道庙 巨人 产发大道庙址 后传少号 专序帝库 四副传之堂遥 皆续道卖 第四代少号圣地 狮子军之篇说 少号今天是名士为皇帝之子 异于穷丧 日五色 护照穷丧 第五代专序圣帝 皇帝训专序云 原有大还在上 大举在下 辱能法之 为名父母 大还者天也 大举者地也 法天法地 即可致名 第六代帝库圣帝 帝库 高兴士生下来就很神奇 灵异 自言其名曰 最成功是以乐教民 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 第七代唐瑶圣帝 帝瑶为库赐子 国号堂 观天象 寿明石 便利农作 让魏于顺 始传心法 第八代于顺圣帝 帝顺为皇帝八代孙 信瑶氏 父姓至孝 寿瑶传授心法 善让帝位 国号于 室友专官 政教更为修明 让魏于 让魏于 第九代下于圣王 帝宇姓四滴 至谁有功 寿顺善让帝位 国号下 病得授心法 接续道统 从此之后 君子成为世袭 传十四世十七竹与四三九年 至劫暴虐无道 天命丧尸 为汤所灭 一楼右方 第十代伊尹圣人 伊尹年少有德 国通古经 贯通天人学术 是有名除官 掌天下之口粮 世商王朝的开创者成汤的主要助手 世卫政治家 著名的严师 伊尹曰 与不侠于不顺 放太甲于同 明大悦 太甲贤又反之 明大悦 贤者之为人臣也 其君不贤 则故可放于于 孟子曰 有一颖之志 则可 无一颖之志 则窜也 第十一代商汤圣王 汤王为帝库四子之第三子弃之十二代孙 面下结阵天下 都过承运皆养道统 至昼王无道 天命转移西齐文王皆养 青阳其满 红阳应运 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 将太公屡上 第十三代文王圣王 文王 始祖契 是帝库四子之帝四子 姓姬是 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库之子 文王明昌 悟透姓礼 作后天八卦 发明义礼 产阳道指 继承天命 后 赴武王皆养 第十三代武王圣王 武王为文王之子 明发 法昼儿有天下 国昊周 新法相授 赴周公皆续 第十三代周公圣人 周公是武王之地 明诞 定礼至 至礼作乐 平天下 皆续道统 待幽立无道为一大变局 道再分 故三教应运而兴 道将师儒 三教圣人承运先后将士 待天宣化 挽救人心 第十四代老子圣人 老子其父姓韩 母明经夫 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 因改姓李明儿 自博扬 是约丹 生于楚国陈群 曾为周静王 驻下使官 暗中的寿真传 八阳道宗 东渡孔子 玄其轻牛 出寒谷官 西化胡王迎喜 其道淡薄养心 其法抽砍田离 平去色相 游契入礼 以有道的经 清静经等化世 世称道祖 第十五代孔子圣人 孔子姓孔明秋自重名 细水精子化身 降生于鲁帝 初世鲁 曾访施七位 后问礼于老子使的真传 周游列国 宣道于天下 其道正教两间入相而不着相 游相抄气入礼 晚坐春秋 山诗书定 定礼乐 既往开来 产发真理 开如教之狄脉 传之言回 赴传之曾子 心法相受 一贯相传 二楼左方 第十六代言回圣人 言子会回自子渊 鲁人 父性聪明 能闻一之时 得受孔圣心法 是称父圣 第十六代曾子圣人 曾子会参自子于 鲁人 父性至孝 受学于孔子 得受心法 树大学作孝经等书 读传孔门心法 后传之子思皆续道卖 是称宗圣 第十七代子思圣人 子思信孔会集 孔子之孙 受学于曾子 得受心法祭道统座中庸 传孔门心法 后赴孟子皆续 世称树圣 第十八代孟子圣人 孟子会科 邹人 授业于子思 得受心法 游说战国辟一端 做孟子欺骗 其说尊王剑霸 众人意 轻功力 创性善之说 事称雅圣 孟子之后 辗转地传 忽隐忽险 带至宋朝西已守出联络 冠敏 如周敦仪 程昊 程昊 程仪 张在 朱熹座等相继而起 真宗赖以赴昌 燃运不相逢 旧位的继续道统 因孟子以前夜以盘转西域事教皆宴 故宗如虽然辈出 不过应运产发道指而已 世家世尊 世家谋宁 乃中印度家皮罗魏国晋犯王太子 十九岁七家 后的燃灯佛寿继 成运皆演道卖说法四九年 一经这典度是万载 其道只信作佛 直探本源 源 扫气象而入理 后世称为佛祖 西域自释迦渡大弟子家业 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 到迈赴海中国 第十九代摩赫家业尊者 西天第一代本名毕波罗耶纳 妇尼居卢陀杰波长者 母名相至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 居于中印度摩洁陀国首都王舍城不远的摩赫苏罗陀村 祭守约本来负有法 负了言无法 各个虚自悟 悟了无无法 第二十代阿南尊者 西天两代 性差地利 为佛陀的堂弟 附加皮罗成白饭王 在三藏圣典节集时 开悟正果 文书菩萨赞阿南约 香如秋满月 眼似镜莲华 佛法如大海 流入阿南心 在佛陀十大弟子中 被尊为多文第一 且女众能依法出家 全赖阿南尊者之利 有济云本来无有法 无之义无法 各有 虚自悟 法自无之法 第二十一代 商纳和修尊者 西天三代 性皮舍多 又名舍纳婆斯 中印度摩图罗国人 父灵圣 母娇奢耶 佛陀曾行至摩图罗国 向侍者阿南说 死片清脆异常灵地 称之为 流茶 茶 在我灭渡后约一百年 定有比丘 以九之绣草为名 在此地大转法轮 化度有情 果然应验 尊者出生时 正应此瑞乡 雇用瑞草命其名 传记一首 非法亦非心 无心亦无法 说是心法时 是法非心法 第二十二代 优婆居多尊者 西天四代 赤利国人 种姓为首陀罗 父名善意 十七岁出家为三祖侍者 二十岁正果 既曰 心自本来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第二十三代提多家尊者 西天五代 原名相众 摩加陀国贵族 居多尊者更其名 尊者闻之 欢喜赞其诗曰 唯为七宝山 常出智慧 全回为真法位 能度诸有缘 诗意为之回赞曰 我法传于辱 当献大智慧 今日从巫出 照耀于天地 尊者济云 通达本心法 无法无非法 误了同未误 无心意无法 二楼右方 第二十四代弥哲家尊者 西天六代为中印度人 本系修仙术者 与师有缘 舍树归道 入佛城 得或无漏究竟果味 刘记无心无可得 说的不明法 若了心非心 实解心心法 第二十五代婆须密尊者 西天七代为北印度人 信婆罗多 尊者说 忍者论即不义 亦即不论 若你论义 中非义论 既曰 心同虚空界 是等虚空法 正得虚空时 无是无非法 第二十六代佛陀难提尊者 西天八代 加摩罗国人 信渠谈事 自小即便才无碍 过目不忘 十四岁即即目出家 执欲名师皆成一波 福陀密多礼拜尊者云 父母非我亲 谁是最亲者 诸佛非我道 谁为最道者 尊者随即即达 辱言与心亲 父母非可比 辱行与道何 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与辱不相似 欲是如本心 非何亦非离 复心法既曰 虚空无内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虚空故 是达真如理 第二十七代佛陀密多尊者 西天九代提加国人 信啤舍罗 年以五十 口不开言 足不走路 承接师之父主后 便到中印度去 红法立生 为记一手 真理本无明 因明显真理 受得真实法 非真意非味 第二十八代邪尊者 西天时代中印度人 习母怀胎六十年 雇出命名为男生 因辈分较小 承受心法 便自是 我若不通三藏理 不断三界欲 不得六神通 不惧八解脱 终不以邪窒息 如此精进 人人称之为邪尊者 记一手 真体自然真 因真说有理 领得真真法 无形亦无止 第二十九代 赴纳叶奢尊者 西天十一代 华士国人 姓渠谈是 赴宝身 乃贵族之子 有次机缘下 其名诗 批零点一二 尊者问尊者曰 汝从那来 尊者答曰 我心非往 师曰 汝住何处 尊者答曰 我心非止 师又问 汝不空焰 尊者又答曰 诸佛一人 师说 你不是诸佛 尊者又答 诸佛也不是尊者 为记一手 明物如银险 明暗不相离 经赴银险法 非一亿非二 第三十代 马明大士尊者 西天十二代 波罗奈国人 又名公圣 初为外道修士 士智聪便 经赴纳叶奢尊者度化 而成正法 大士问一外道 变成的老道士 R你叫什么 有多少眷属门徒呢 我叫加皮摩罗 共有三千眷属 大士又问 你善于神通 若尽你神力 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 变化成一大海 对我来说是件小事 大士在问 那能化你的信海本源吗 什么叫信海 我都不曾听过呢 大士曰 所有山和大地 都本此源头而建立 一切六神通 均由此发起的 加皮摩罗文此开示 智慧大开 遂发菩提心 大士纪曰 隐显吉本法 明暗缘不二 经覆悟了法 非取义非离 第三十一代 加皮摩罗尊者 西天十三代 为摩接驼国的 华士成人 当初是一外道者 是位非凡辈之人 既曰 非隐非显法 说是真实记 不辞迎显法 非于亦非智 第三十二代 龙树尊者 西天十四代 是西天竺国人 摩接驼国之龙族 故以姓龙 又名龙圣 经于写密教法 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 在于著作颇多 其中以大制度论 中论 十二门论 等启发后人 智慧最多 有记曰 为民营显法 方说解脱理 与法心不正 无称义无喜 三楼左方 第三十三代 加耶提婆尊者 西天十五代 为南印度人 姓皮舍罗 龙树尊者 为度化他 而有一则名为 波水红然 一真到底的公案 尊者了然于心 明白自信渊荣 而非言说生相所能欲的 后承接一波心法 既曰本对传法人 为说解脱理 于法实无正 无忠义无始 第三十四代 罗侯罗多尊者 西天十六代 是加皮罗国的人 承接一波后 率单广行教化 最后将心法传给 以正无漏者 僧且难提留下一记曰 于法干 无正 不取义不离 法非有无相 内外云何起 第三十五代 僧前难提尊者 西天十七代 戏是罗伐城堡 庄严王的儿子 一出生就会说话 七岁孩童 就不喜爱 凡俗之游乐 独爱修行 尊者隐居前 修了十年 便遇上了 溺水溯源 找他的罗 罗多尊者 经一番讨论 禅定圣意后 求道儿的记依法 记曰 而新帝本无生 因帝从缘起 缘种不相防 华国义富尔 第三十六代 加耶舍多尊者 西天十八代 摩提国人 信玉投篮 富天盖 母方圣 身体本具有 清香味 幼年说话 与经重人 非一般又同可比 有次殿内同灵响 其实僧前难提问 尊者 是灵在响 还是风在响呢 不是风响 不是灵响 而是人的心在动啊 那心又归于何处呢 心本归呼极尽的 其诗云 善哉 善哉 既无道者 非你为谁 得剃度 俱戒 受为一组成人 既曰 有种有心地 因缘能发蒙 于缘不相爱 当生生不生 第三十七代 纠摩罗多尊者 西天十九代 为大月是国人 道基根深 又善法理 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 为了继承祖师 缘故而降生 自遇到十八祖家 耶舍多的度 并继承祖师 其一生均以破写 险证为己任 既曰 信上本无生 为对求人说 于法既无德 何怀绝不绝 第三十八代 都耶多尊者 西天二十代 北天竺国人 智慧聪颖过人 承受师父 此事法喜 身会忠心 德文真理中 成从上以来之遁 叫一波 从此进行受去 代祷众生 既曰 言下和无生 同于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达是礼境 第三十九代 婆修盘头尊者 西天二十一代 系罗月成人 性疲舍区 父名光盖 母名言依 家父本无子 父母导求子寺于佛塔 专修投驼苦行 不导单 不卧睡 为世人敬重 弟子颇多 人称便行投驼 既曰 炮患同无碍 如何不了悟 拿法在其中 非经义非古 第四十代 摩拿罗尊者 西天二十二代 是纳提国王 常自在之次子 是一神力大士 出家来继承圣位 后传法父于悦 是国赫勒纳尊者 既曰 心随万静转 转处时能忧 随留任的信 无喜父无忧 第四十一代 赫勒纳尊者 西天二十三代 戏月是国人 属婆罗门种姓 父名千圣 母名金光 尊者出世来常赶群 赫列目 故以此明知 能教导 贺仲 正得道果 将如来正法 掩藏 父主 师子尊者 既曰 认得心性时 可说不思议 乐乐 无可得 得时不说之 三楼右方 第四十二代 师子尊者 西天二十四代 为中印度人 属婆罗门种姓 成继一波后 至继兵国 该国之信仰 大致有学禅定 知见 直相 舍相 不渝等五种 君不就近 尊者亦为之破弥解仪 既曰 正说知见时 如知 见据是心 当心即知见 知见即于今 第四十三代 婆舍斯多尊者 西天二十五代 戏继兵国人 种姓属婆罗门 父名即行 母名长安 诞生即左手 一直握拳不放 直到遇上 师子尊者 归还明珠 守才自由展开 了结因缘素果 圣人是不媚因果 而后密寿新印 成继法四 继约 圣人说知见 当尽无是非 我今物真理 无道义无理 第四十四代 不如密多尊者 西天二十六代 南印度德圣王之太子决心 跟随婆舍斯多尊者 出家 祖师问太子说 你要出家是为何是 故为别是 故为那是 故为俗是 那又为何是 当为佛是 太子本具慧性 即允许出家之求 在王宫受巨戒 既约真性心地藏 无头意无尾 应缘而化物 方便忽为智 第四十五代 般若多罗尊者 西天二十七代 西东印度人 西大士至菩萨的印身 从小失去双清 不知己明 特别喜爱拿着一串阴落 人称之为阴落童子 德欲不如密多尊者传法 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 复得南天诸国相至王的 护持贡养与敬重 后传法于达摩尊者 既约 新地生诸种 因是复生理 国满菩提缘 花开世界起 第四十六四十七代 达摩祖师 西天二十八代 东土初代 初祖信差利会达摩 是圆绝禅师 乃胡成古佛化身 降生于南印度 相嫌国王之太子 自幼佛性不媚 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 继承西天二十八代祖位 于西元五二七年 奉佛命哲鲁过江而入中国 江道迈赴海中国 世为老水海潮 尊为东土出祖 传真法 只指人心 不用文字 初度良五帝无缘 四指神光大悟 后隐于河南中月山 松山少林寺 面壁九仔 公园裹满 脱化归西 岁江道统赴神光执掌 欲留末后收缘正与约 五本来东 资土 说传 法度迷经 琴 亦花开午夜 结果自然成 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 东土两代二祖神光基士 好慧可 是正宗普爵大师 后卫洛阳人 乃然登古佛化身 降生于精灵 自幼佛性不媚 出家修道讲经说法 后得出祖典化传授之道 传道于精灵 道场红开 道统受浦安执掌 第四十九代僧灿祖师 东土三代 三祖信于惠浦安 别号南泉 法号僧灿 是建制大师 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 自幼好道修行 常著词画四 好读画严经 能知未来 人皆称为菩萨 后遇神光传授心应 行修苦练 法父曹洞执掌 第五十代道性祖师 东土四代 四祖司马氏 惠曹洞 好道性 是大一禅师 乃灵皇尊者化身 幼时求道 得三祖受以心法后 设心不媚 身不倒床席 苦修数十年 后驻破头山雪旅云 四往湖北黄梅县 将道统传于红忍执掌 第五十一代红忍祖师 东土五代 五祖黄梅士 士大满禅师 乃灵宝金同化身 其母因石黄梅成韵 故取姓黄梅 又欲四祖传授至道 世母至孝 人皆称为孝僧 后顿基于正府房线房山石洞中修炼 道统寿惠能 惠能执掌 四后分出两宗 剑宗神秀 顿宗惠能 惠能 四楼左方 第五十二代卢惠能祖师 东土六代 六祖姓卢号惠能 惠能是大剑禅师 乃地藏古佛化身 母怀孕六载 其先祖本泛阳人士 客居岭南兴州 自幼好道 文经有物 史智仿道 后至湖北东禅寺 餐叶五祖 祖命在寺随众作物 他对聪明 受尽劳苦 彻悟本性 三更入室寇师求法 五祖传已至道 并受一波继承道统 主言一波为争端 直辱悟传 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 后将密法传之白 马二人 父主白马 天意已定如启示中 道将火宅 何光同尘 秦参菩提心 永正涅槃果 为祭曰 世家从此绝宗风 如门得法治道通 日后三祈开普渡 正心诚意和中庸 从此步传一波 道转火宅 六祖后至淮州上 爱陵最高峰 十世中修炼 经传为六祖言 后反曹夕尔教大法 学者云集 讲经说法画度有缘 而不传之于僧也 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 东土七代白祖会玉禅 自如会好惠穷子 道号白衣居士乃南月大地化身 将生曹夕 是欲六祖被恶僧寻追 旧祖隐于家中供养 敬上 是 无师 六祖见其善根深厚 碎寿秘法 逐以火宅修炼 进度僧宁 命与马祖同长道统 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 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 东土七代马祖会端阳 号道义居士 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 降生于曹夕与马祖善交 长治白家 得参业六祖 祖见其的会双美 碎寿秘法 命同白祖兼长道统 隐积于卢山沿 教说法度人 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 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 东土八代 八祖姓罗会卫群 乃太上大弟子公元真人化身 自幼立志修行 便访明师 游江西九江府 是玉白马二祖说法 得寿至道 继承道迈 开化江南河北 这今泄露玄机 大产先天大道 为世时天时未至 众生灭众 天将黄考江道收饮 足以杀身了道 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 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 带至清康熙年间 以隔千余年以 天时将界 天命原始天尊分姓 灵 灵凡为九代祖皆续道统 第五十五代黄的徽祖师 东土九代 九祖姓黄慧的徽乃原始天尊化身 自幼的慧双美 佛姓不媚 经眷一览变通 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 遥皆道统 产道说法 人皆称为神童 因度众心切 啃岛上苍早开普度 承赶上天 尔的礼本怨颤雷暗暗三金 玄机大谢 诱着黄极金丹 欲作三会收缘凭证 父后杀身了道 法父五祖继承 第五十六代五子祥祖师 东土时代 始祖姓吴惠子祥 昊敬林 乃文昌帝君化身 玉九祖在江西说法 参拜九祖的寿制道祭长道统 开化广信 道产高山县 即后舍身 替众顶栽了道 五祖了道时 远近君民巨见祖跨贺飞生 献福乃命练丧礼祭之 第五十七代和乐苦祖师 东土十一代十一祖姓和会苦好乐苦 乃九天窦母天尊化身 素好清净 立志修道 后遇五祖意志相投 同修同练 得寿真法 令四祖位 禅画红兜 后访至贵州 道统受与元祖执掌 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 东土十二代十二祖姓元会退安号无期 乃原始天尊化身 自幼佛性不昧 得和祖典化传授心法 成运道统 开荒前殿 妇产道西蜀渡化徐 扬指掌道统 第五十九代徐还无祖师 东土十三代十三祖徐祖会还无好极难 乃弥勒佛化身将士 世代的则身后 御元祖度化 受真传 四楼右方 第五十九代阳还须祖师 东土十三代十三祖阳祖会还须 好守一 乃观音古佛化身 阳世历代善根身后 习悟丹经 自愈徐祖后 旅考不退 得寿至道 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 教化群衔 后与徐祖替众顶栽舍身了道 徐阳二祖归后 元祖副掌盘条理 至元祖了道 四后邪魔乱道 元祖乃显向于汉阳 派出五行始分正邪 永定云成章成 思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信 灵将士诸道 产发经义 解八不丹经座收缘之定平 第六十代 遥赫天祖师 东土十四代 十四祖姓遥会赫天号名池 乃遥池经母化身 按寿天命成运道统 传道数年 父法王祖执掌 第六十一代 王决一祖师 东土十五代 收缘之史 十五祖姓王会西梦自决一 好北海老人 乃水精子化身将士 又丧父母 替人牧牛 十七岁往山西访道 得寿真传 这有礼术和解三教圆通等 重新阐明姓李真传 至光绪三年 1877年 承运道转贵州 西干堂改称东正堂 第六十二代 刘清虚祖师 东土十六代 三教合一 十六祖姓刘会话谱 好清虚老人 乃将太公化身 于光绪十二年 1886年 承运奉命三教合一 东正堂改称一贯道 弘扬其满 附著清光绪三一年 公元1905年 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 至中华民国94年 公元2005年 满百周年 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独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 白阳应运谱传 第六十三代 陆中一祖师 东土十七代 十七祖姓陆会众一 浩通离子 乃弥勒古佛化身 降生于山东几名 又丧父母 执意宝妹观世音菩萨转世 曾投军旅 后往青州访道 拜业留祖 经三年磨练 于三十岁时成命回原籍产道 应运谱传 尊为白阳出祖 于民国十四年 1925年 升天 天命赴工厂祖继续谱传 第六十四代 在张天然祖师 东土十八代 十八祖姓张 慧光碧自魁生 昊天然子 乃继功活佛化身 降生于光绪一四年 一八八八年 山东几名 于民国两年 1913年 德玉陆祖受以真传 于民国五年成命 祝祖祖产阳一贯真传 赴于民国19年 1930年 奉天成运 祭十八代祖道卖 司长道盘 而伴收缘普渡三草 借飞鸾已开化 嫁人言已传真 神人共产 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 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为传道之名师 第六十四代孙惠明祖师 东土十八代 姓孙明素贞 自名善 道号惠明 山东丹县人 生于光绪二一年 于民国19年 与师尊统领天命 统长白羊道盘 自接续是尊之重任后 马不停蹄日以继夜 为旧三草生灵 夜不安息 昼不甘时的旧事苦心 悲怨感天 道物蒸蒸日上 将法应传遍万国九州 黄河绝体显出天机碑文 云集三六中秋夜 人虽缘即道尤存 仔细太阴继承接 立己立人贴命丹 言简一身难省绝 见了不忍是天机 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 五定三阳渡渊人 父使西皇将道员 临出太公产圣王 太来天真伴收缘 工长子密祖 承担万八年天命 普渡三草 继续办理末后 一者收缘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